刚刚过了这个星期 TVB就有一个新节目叫做《仔仔一堂》 里面就是一班男同性恋者的交友配对的一个真人show的节目 那究竟基督徒可不可以看这些电视节目的呢? 又问这些问题? 好了好了,大家一起聊聊 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耶路行 一个跟大家讲耶稣,讲老人家 以及讲一些宵闲娱乐事,甚至乎讲人闲话的频道 我是Raymond,事先声明 我只不过是教会里面一条迷途小粉肠 我并不能够代表基督教界去讲任何说话 并不能够代表教会去讲任何说话 我只是以一个我个人基督徒的身份 我自己个人去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主题 那即是,既然我又没有任何神学训练 我又不是代表任何教会,又不是代表任何价值 我只是讲我自己的话 那我就从一个看电视的角度去讲一下这个节目先 那从看电视的角度,好老老实实 那都是看一个电视节目而已 有什么看得不看得呢? 那我就真的... 其实呢,我就看了四集 呃... 现在我正在录片的时候呢 就应该是播着第五集 所以我没有看第五集 那你问我,我自己就不是特别是对这个节目有兴趣而看的 是因为想讲这个主题 想拍一个片,那我也要做功课的 那我看了四集呢 那我自己个人的观后感呢就是... 老实说,我觉得不是太有娱乐性而已 就是用电视节目去讲,纯粹 就是以事论事 因为可能头四集都是他们很多自我介绍 其实头三集都是一些吃饭器来的 就是他们互相介绍,认识 在这个一餐饭里面去互相介绍 第四集呢,就讲他们去买材料去煮一餐饭 那其实不是... 我觉得节奏比较慢 那还有可能又... 刚刚认识有点怕怕丑丑 不算特别多交流 那就是你说如果... 纯粹从一个猎奇的角度去看 你会看到一帮帅帅的男士 你想看帅帅也可以看一看 说实话,真的有些都挺帅帅的 就是其实... 如果他不是同性戀者 他出来跟我互相女,我没有运行 是不是呢? 就算他不跟我互相 我现在也没有运行 所以...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下去了 我有他们那副机就正了 最坏就没有 那... 就... 我觉得暂时不是太有娱乐性 你说想从一个资讯 想了解多些同性戀者的角度 一个学习的心态 去观摩的角度去看 暂时这四集不算有太多资讯 在里面 不知道之后会不会制作再好一点 或者再好看一点 不过我暂时看了四集 就不算特别有娱乐性 那... 跟着... 老实说 既然一个电视节目而已 看还是不看 我觉得都不要每次都拉到信仰 那... 不如我们真的... 从我一个... 都有一句了 我没有一个神学训练 我没有代表任何团体 没有任何代表教会立场 很个人 一直迷涂小分出的角度 我跟大家讲一下同性戀 这个 topic 这个 topic 本身都有想过讲的 但是... 就是... 我有怕被人骂 我本来一条片 都只有几十人看 我以前的片都可以有个人留言骂 那... 讲这些大事太非的题目 就... 可能是我最后一条片来的了 大家如果不想是我最后一条片的话 那... 希望大家真的... 讚好 留言分享 以及订阅我这个频道 那... 其实有些朋友呢 就会说同性戀有先天的问题 那... 我真的不知道同性戀倾向 是先天还是后天 但是在我... 个人的理解呢 无论先天还是后天 我不明白为什么 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我不觉得是一个很决定性的因素 如果大家有看龙珠的话 人造人的出现呢 其实他们每一个人做人 出厂的目的就是要杀孙悟空 他们先天是需要杀孙悟空的 他们没得选择的 那是不是代表悟空就要站在那里被杀呢 不是的嘛 那所以... 我个人认为呢 就是... 这件事是... 应不应该发生 其实不关先不先天事 而是那件事正确与否 那... 再讲一句... 讲一个极端一点的例子 其实都不极端啦 就是龙珠就是虚寇啦 现实生活啦 就是我看过一篇文章 当然都有一些二手料 我不... 我说不出处 但我相信都是 那我看过一篇文章呢 就是说原来美国每200万人 就会有一个天生杀人狂的 就是先天又有杀人的倾向 那现在只是说美国 全球我不知道啦 如果假设这条数在香港都算到的话 香港现在走极都还有600万人 就是香港都有三个天生杀人狂的 那是不是天生杀人狂 先天你有杀人的倾向 就要站在那里被杀呢 不是的嘛 那所以其实我个人认为 先天 并不是决定同性戀这件事是... 应不应该存在啊 我不觉得是... 这个是一个我理解里面 决定性的因素 那所以... 那究竟这件事 同性戀这件事 我会怎样理 就是我会... 我不会看它是不是先天 我会看这件事是... 那件事是正确与否 才能不能做的嘛 那其实... 要讲这件事正确与否呢 那我想我们要从两个角度去看 第一个是世界的角度 第二个是信仰的角度 我先不讲信仰 我先讲了世界 如果我从世界的角度去看 那我第一件事我就要想法律 那法律呢... 我知道这个世界 仍然有一些国家 现在做... 就是在踢世界一杯的卡塔尔 原来同性戀是违法的 那但是香港... 同性戀是否违法呢 香港同性戀其实不是违法的哦 就是如果你在街上看到两个男性拖着手 撞慎亲戀或者两个女性拖着手 撞慎亲戀 其实是不会被警察抓的哦 那他们只不过是不能够成为合法夫妻 不能够... 因为不能够是合法夫妻 也都...所以就不能够... 譬如申请公公啊... 享有一些... 合法夫妻可以享有的福利 他们没有了 那但是其实他们... 这个拍拖这个行为... 戀愛的行为呢... 在香港的法律里面呢... 其实是不犯法的 那... 除了... 那既然... 法律... 不违法了... 那我就会想... 那这件事... 我想这件事是否正确 就会想... 其实有没有伤害性呢? 那首先我又想... 对我没有伤害先啦 那如果你... 譬如一对同性戀人... 即使是两个女孩也好... 两个男孩也好... 那其实他们拍拖... 他们要戀愛... 其实关我什么事呢? 那首先我又不会摸了福玉 越来又不会伤害了我啦... 那刚才也是那句啦... 那两个帅男孩拍拖... 那就少一点人跟我搶女孩... 我... 可能我还觉得过瘾一些... 那但是... 那反过来... 就是你... 如果你...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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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不是他们纯粹自己... 同性戀的行为... 其实对我是没有伤害的... 我想对社会普遍的人... 或者我现在立刻想到的事例... 其实都是没有伤害的... 那跟着就会有些人诡辩啦... 什么? 他老爸老母不是人吗? 他老爸老母不是人吗? 现在他搞机... 那他老爸老母是受伤害的嘛... 那那些你不用管的... 喂... 其实呢... 我老爸老母... 都预认我做医生做律师的... 我读书不成... 那我都伤害了我老爸老母啦... 是吧? 那我又好不对吗? 那我... 我...我差点咯... 那如果我老爸跟我说... 其实我又何尝... 不是想我老爸是李嘉诚... 那他不是的时候... 那难道又伤害了... 他都跟我的意愿是不符的... 他都令我很伤心的... 当我知道我老爸不是李嘉诚... 不过都不要去到那麽尽了... 因为我老爸下个礼拜是生日... 那在这里... 预祝我老爸先生日快乐... 因为我老爸是会看我的频道的... 那还有老爸... 你生日那晚呢... 我们一起吃饭啦... 好了... 讲回这件事先... 那... 跟着就会再有更多的诡辩... 那如果全世界都搞机... 那这个世界的人绝种啦... 没有下一代啦... 那其实这个理论上也是的... 如果真是全世界的人都是同性恋的话... 就是极端过天山沙人狂啦... 极端过... 刚才我说的... 就是人造人和孙玟空讲漫画的剧情... 比漫画剧情更加极端啦... 那我不再深入去讨论啦... 那跟着讲信仰的层面啦... 讲到信仰... 即... 如果讲到信仰呢... 都有一些绝对的指标... 那就是圣经啦... 是不是基督教信仰... 那在圣经里面呢... 就是... 凭我这个... 又没有受过神学训练... 崇拜听道... 又经常中眼睡... 又没有什么... 怎样查经啊... 的一个... 教会奋场来说呢... 我所知道... 最低限度有三节经文呢... 是有讲到... 同性恋是... 不容许的... 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 那分别是... 利美记的十八章二十二节... 罗马书一章二十七节... 哥林多前书六章九至十节... 那既然圣经八字黑字写到明... 当然我没有去认真去看过他为什么啦... 里面前文后你... 你不要预认我可以好好地解释给你听啦... 但我从很粗疏... 字面地看... 那我在一个基督徒... 圣经讲什么... 对我来说就是... 那个教导... 我就是觉得圣经讲的东西... 就是... 应该是我... 行为的总纲... 我... 我的... 价值观的总纲... 那圣经都说了这个行为不行... 我就觉得是不行的啦... 那但是我就想集中和大家看一下... 这个哥林多前书六章九至十节... 那里面是怎么说呢... 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 不要自欺... 无论是淫乱的... 拜偶像的... 奸淫的... 作戀童的... 亲蓝色的... 偷渡的... 贪蓝的... 醉酒的... 欲骂的... 勒索的... 都不能承受神的国... 那... 很清楚说明... 亲蓝色... 是... 不义的... 不能承受神的国... 但是... 经文也都很清楚说... 喂... 不义的东西... 不仅是亲蓝色... 还有很多... 淫乱... 大友像... 戀童... 醉酒... 贪婪... 欲骂... 勒索... 很多很多... 那我想问... 作为一间教会... 如果一个罪人... 一个... 有不同的坏习惯... 有犯罪行为的人... 其实... 是不是不能回教会的呢? 就是... 作为一个教会... 一个宗教团体... 或者一群信徒... 我们不是应该要接纳这群罪人的吗? 但是... 香港的基督教群体... 有很多时候... 就是... 就是... 教会... 不接纳一些... 就是... 同性恋的行为... 啊... 有... 有... 我之前听过... 极端一点... 是叫他们不要回来... 有... 但我相信现在会少了... 有些就是不让他们... 在教会里面... 做一些比较... 重要一点的... 侍奉纲位... 有些就是... 不让他们洗礼... 这样... 很多很多的... 令人觉得... 很不接纳的行为... 这个... 真是我们基督教信仰... 或者教会应有的态度吗? 刚才... 经文已经讲过... 亲蓝色... 是... 不义... 不能够承受神的国... 但是... 这个不是唯一的不义... 连醉酒... 贪婉... 都是... 辱骂... 就是骂人... 这些苦骂街... 都是... 现在是不是这个人... 久不久会喝醉酒... 接着... 你就不让他回教会... 或者你... 不让他在教会里面... 有一些重要的岗位呢? 或者这个人... 是个人贪心点... 贪小便宜的... 这个人... 经常跟人吵架... 跟人吵... 你是不是就是... 不让他洗礼呢? 那... 既然... 经文里面讲的罪... 或者不义的东西... 都不止这一项... 为什么我们只是... focus在某一两项... 我不敢说唯一... 只是... 亲蓝色... 那... 只是这一两项... 我们要... 有这么多的批判在里面... 那... 圣经里面... 其实都有讲... 叫我们远离淫行... 叫我们去... 远离那些可憎户的事... 那都是远离而已... 我其实... 我个人认为... 即...原来我拍这些片... 但我觉得... 我在这方面... 我是比较保守的... 那... 我就去远离了... 我不去蝶足... 我不去避免... 我避免自己犯上这些行为... 犯上这些罪而已... 但是... 圣经也没有叫我们去批判... 没有叫我们去攻击... 即...如果我觉得... 我们去批判... 这个同性戀的行为... 我们去攻击这个同性戀的行为... 甚至乎... 我们举办一些活动去反他... 那其实呢... 你就不保守了... 我... 我... 我远离... 我就是保守... 你们就走得很前... 即... 会攻击这个群体的人... 就走得很前... 他们就很进击... 他们就走前了... 我就反而... 我这样... 我觉得... 那... 其实... 一间教会... 在一个接纳的地方... 有些人... 其实... 你说先天好... 不先天好... 确实有些人先天是很暴躁的啦... 即... 很容易和人吵架... 甚至乎动手... 那是不是你看到这个人... 天生比较暴躁... 暴躁都是罪来的... 和容易和人吵架都是罪来的... 那... 是不是这样你就不可以回教会呢? 是不是因为他天生...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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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人是...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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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偷窃的行为... 教会就要将他拒珠门外呢? 应该不是嘛... 一间教会... 连我这些粉肠都接纳到... 其实都不是很接纳到的... 有时接纳到... 有时接纳不到... 那其实... 呃... 那些贪婪啊... 呃... 呃... 亲蓝色啊... 戀童啊... 呃... 呃... 其实我们是不是... 就是真的要将他拒珠门外呢? 呃... 如果我们是希望... 就是我们觉得我们的信仰是... 那么美好的话... 我们要传福音的话... 其实应该将福音是传给所有人的... 就是因为这班人不好... 呃... 就是我们这些人不好... 我们这些人不义... 我们才更加需要福音... 福音帮我们改变嘛... 所以要求一个更美好的生活嘛... 还有其实... 呃... 其实我自己... 过去的工作... 我有一段很短的时间... 就是几个月... 呃... 我接触多一点点同性戀者... 那但是当然... 就是... 因为真的很短时间而已... 我不会用专家的角度去看... 我纯粹我自己... 个人分享... 有时见到他们... 都有他们很多的困扰... 很多的... 因为性倾向的缘故... 有很多的... 呃... 有很多的... 有很多的挣扎... 很多的矛盾在里面... 其实这些内心的不安... 不是... 正正就是... 就是... 信仰福音一个介入的... 很好的机会吗? 呃... 我们... 譬如... 讲回刚才那些醉... 醉酒一个人... 整天喝醉酒... 你是不是就是不让他回教会呢? 如果有一个... 整天... 喝大两杯的人... 他大概想来回教会... 我就会... 跟他去谈... 我就想去了解... 其实他因为什么事... 整天要喝酒呢? 是不是背后有什么... 很不开心的事... 他要经常...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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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不离手啊... 就是... 每晚都要借酒消愁呢? 或者这个人很贪婪的... 这个人很淫乱的... 那其实背后... 是不是他经历了什么很痛苦的事... 所以他样东西要计得很紧要... 一个... 就是... 有机会就要去... 尽量去争取最大的利益... 淫乱的... 是不是他有什么困扰... 令到他... 在性方面的欲望... 不能够控制到呢? 我们... 我们都希望了解他背后... 希望... 福音去带给他... 希望有东西可以帮到他的嘛... 那为什么... 唯独是... 就是... 同性恋的朋友... 就是... 我们好像... 都... 不是特别想去了解他背后的东西... 不是特别想... 看看有没有东西可以帮到他... 不是想把平安的福音带给他... 而是... 直接地把他拒绝门来... 我觉得... 是... 不应该的... 这样...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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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裏面那10個男生,首先大部份都是,不是大部份,全部都是英俊,高大,大壯,有些就很有學識,很有文化 我會覺得有部份,當然亦都有一些,我想我相處上未必可以做到朋友的 就是我只看這四集,有些人的性格可能一人夾人,是不是? 是不是每個人都能夾到,我都不是真的那麼百搭,但是都有一些的,那個節目裡面有些男生 我覺得如果這些人真的做朋友都OK,應該都可以交到心的 如果我們是因為這個性取向而令到自己,明明一個性格是可以很交心到,可以很聊天,做到朋友,做到兄弟 因為性取向的緣故沒有接觸到這幫人,疏遠的那幫人沒有接觸到 其實我們可能也是人生少了一個很好的朋友,少了一個很好的弟兄 那,所以我們作為一個曲徒,我們怎樣跟這些同性戀者去相處 怎樣跟,或者是,其實,除非他向我示愛而已,除非他對我有意思而已 否則,其實我跟他相處,就是跟平時的朋友相處 我猜應該是,可能我想的單純,或者,即是他在教會裡面正常回教會 回團契,回崇拜,我也不會覺得有很大的問題 那當然,如果他在那裏教會裡面,始終我們不是一個烏托邦 始終這裏都不是天堂 即是他回到來 就算我教會本身的牧者是相對比較開放、比較接納 但普遍的教友不接納的話 其實他在這裏都是很辛苦的,他都會很難頂 所以實際操作怎樣運作呢? 那我這些迷途小粉搶當然會有智慧去解答 那最後,我知道講到很長了 但我最後都想講講主持王彥之 其實過去我對他的作品 或者他幕前的工作我不是很多的印象 不是很多的留意 但是也都很坦白說我暫時都看了四集 我不是特別覺得這個節目 從節目角度很高質 或者他主持的技巧我又不是特別 覺得很亮眼 但是我很明顯看到他為了這個節目 他擺了很多心機下去 他應該投放了不少資源、心力、時間 我想錢都擺不少下去 我相信他背後不是想做一個令大家 很吸精、很高收視、可以令他名利雙收的一個節目 我猜應該不是 他可能真的想給大家的認識 同性戀者究竟是一件什麼事 他們會面對什麼 或者他們的相處是怎樣 這件事我是佩服值得欣賞 其實好像我一樣 我拍這些片講耶穌 我只是想講耶穌而已 我肯定不是為了名、不是為了利 而且也是吃力不吐好的 我不知為何隔著電視 可以跟他有些聲聲相識 黃先生 我也是黃先生 看看有沒有機會喝一餐茶 沒有 說笑的 說笑的 今天節目就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有什麼看法、意見 歡迎大家留言 即是把你的看法說出來 都是那句 我沒有代表任何東西的 我都是一條教會的小粉腸 我所說的可以全部都是錯的 不合聽 即是不起密插 請大家讚好、留言、分享和訂閱我的頻道 待會還有讀經的時間 希望再見到大家 好了 拜拜 歡迎大家回到讀經的時間 今天想跟大家讀的經文是 哥林多前書六章一至二十節 找到的我們一起讀吧 預備起 你們中間有彼此相真的事 怎敢在不義的人面前求審 不在聖徒面前求審呢 豈不知聖徒要審判世界嗎? 若世界為你們所審 難道你們不愧審判者最少的事嗎? 豈不知我們要審判天事嗎? 可況今生的事呢? 既是這樣 你們若有今生的事當審判 是派教會所興看的人審判嗎? 可說這話是要叫你們羞恥 難道你們中間沒有一個智慧人 能審斷弟兄們的事嗎? 你們竟是弟兄與弟兄告狀 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 你們彼此告狀 這已經是你們的大錯了 為什麼不情願受欺呢? 為什麼不情願吃虧呢? 你們倒是欺壓人 規負人 況且所欺壓所規負的 就是弟兄 你們豈不知不義的人 不能承受神的國嗎? 不要自欺 無論是淫亂的 大偶像的 奸淫的 造戀童的 親藍色的 透洩的 貪藍的 醉酒的 欲罵的 勒索的 都不能承受神的國 你們中間也有人從前是這樣 但如今你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並藉著我們神的靈 已經洗淨成聲清二了 凡事我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處 凡事我都可行 但無論哪一件 我總不受他的核濟 食物是土福 土福是為食物 但神叫 要叫者兩樣都廢壞 身子不是為淫亂 乃是為主 主也是為身子 並且神已經叫主復活 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們復活 豈不知你們的身子是基督的肢體嗎? 我可以將基督的肢體作為槍技的肢體嗎? 斷扶不可 豈不知與槍技聯合的 便是與他成為一體嗎? 因為主說 依人要成為一體 但與主聯合的 便是與主成為一靈 你們要逃避任恨 人所犯的 無論什麼罪都在身子以外 唯有行淫的 是於罪自己的室 是得罪自己的身子 豈不知你們的身子 就是聖靈的殿嗎? 這聖靈是從神以內 住在你們女頭的 並且你們不是自己的人 因為你們是重駕買來的 所以要在你們身子上榮耀神 今天的節目比較長了一點 但已經過了一段 請大家幫我讚好 留言分享和訂閱我的頻道 拜拜